团结政府旗下的通讯及数码部成立以来 致力为全民打造网络便利 如今更是距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 部长法米宣布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成功在光纤连接和宽频速度 超越去年第四季度的原定任务 并且预告九天后就会公布团结配套的详细资料 在实现全民享有网络便利的道路上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成功在去年达到令人鼓舞的几项成就 包括在光纤连接,网络覆盖率和宽频速度都超越原本的目标 通讯及数码部部长法米今天在国会大厦公布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成功获得202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奖项的好消息时 做出了这项宣布 部长指出,国家数码网络计划还通过卫星 为西马半岛、沙巴和沙拉越的839个内陆地区提供网络辅布 而在5G网络的轨道上,由国家数字有限公司在2023年至2025年接管的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 正努力在今年底为八成的人口密集区打造5G覆盖率 此外,法米还在现场预告9天后会宣布的团结网络配套详情 每个月69令吉就能享有30Mbps网络的团结配套 是在这个月开始推出 主要为V40群体、退伍军人、残疾人士和热灵人士提供更低廉的网络服务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